公公的物品 動物大明星 換誰當明星 外表可愛的小豬 可以當作寵物 但該如何正確地 飼養及照顧呢 迷你豬真的不會長大嗎 豬真的是好吃懶做 不愛乾淨的動物嗎 今天將帶你認識寵物豬 讓牠來告訴你 豬豬不為人知的秘密 如果你喜歡豬豬可愛的外表 甚至想要飼養牠們 那就別錯過今天的動物大明星 讓專業的動物保姆 以及飼養專家 來告訴你豬的大發現 正在草地上曬太陽的 是今天的大明星豬 牠的鼻子比狗還要靈敏 牠的個性跟貓一樣聰明 照顧起來可不能馬虎 但不是所有的豬都可以當作寵物 有哪些品種是可以飼養的呢 當作寵物豬的品種有很多種 那目前我們現在 看在路上有人牽著在跑的那些豬 可能都是迷你豬 有一種品種叫色香豬 所以我們常聽見的色香豬 跟迷你豬是同一種豬嗎 色香豬不算是迷你豬的一種 它會迷你豬是另外一種 主要色香豬在市面上看到 它其實長都可以長到100公斤左右 所以它不算是迷你豬 其實迷你豬從肉眼上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還是要藉由一些分子技術的檢驗 才會看得到 就是看得出來 它到底是不是迷你豬的品種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色香豬 為什麼牠們叫色香豬呢 因為牠就像色香猫一樣 身體如果熱熱的 牠會上發出那個色香的味道 就是那種有一點香氣 那特別是給牠喝乳製品的話 牠就會有那個味道 色香豬的特性主要就是牠身上會有很多斑紋 斑紋就很像乳牛一樣 就是會有黑跟白這樣子的分別 那牠的白是屬於比較肉色的白 像我們接近我們皮膚的白 豬最大的特徵就是牠的豬鼻子 牠的鼻子就跟人類的雙手一樣 可以用來探索環境 除此之外 牠的嗅覺也是動物中十分出色的喔 牠皮質是軟軟的 但是牠裡面有一個就是軟 有點像軟骨的東西 就是軟軟的骨頭 讓牠可以去頂 跟我們人小時候一樣 都要認識我們旁邊的環境 所以牠要去頂很多東西 然後認識牠的形狀 認識牠的味道 然後記住這樣子 就跟我們人的手一樣 可以觸摸可以感受牠的形狀 所以牠用皮質去感受 一般人都以為豬好吃懶做 只會吃飯跟睡覺 但這並不是事實 豬其實是非常活潑好動的動物喔 其實豬是非常好動的動物 牠一天至少可以活動 十二個小時以上都沒問題 但是大家對牠的形象就是 吃飽睡 睡飽吃 但是其實牠 睡覺的時間雖然長一點 但是其實還好 牠主要還是活動力很強的動物 其實牠就是大概早上 就是大概也是五六點就起床了 然後晚上只要天黑了 牠們就會想要睡覺 但是大概牠們也會吃飽才會睡覺 所以跟我們人的習性差不多 攝像豬適合當作寵物的原因 在於牠的個性溫和 性情穩定 喜愛親近人類又不會亂叫 但是牠們很膽小 所以一碰到陌生人 或是來到陌生環境時 就會變得緊張容易發脾氣喔 牠沒有像其他動物那麼喜歡叫 因為牠其實是很安靜的動物 對 牠只是 你只要不要刺激到牠 驚嚇到牠 牠都不太會尖叫 對 牠是很溫馴的 牠是非常膽小 牠很怕生 對 牠比各種動物都還要害怕 就是你只要摸牠 如果突然把牠從後面抓起來 牠如果沒有安全感 牠就會尖叫 如果尖叫的話 牠可能會導致牠就是一些生長因素 受到干擾 所以牠就可能會比較瘦一點 體型會比一般的豬還要瘦一點 然後因為緊張嘛 那還有牠很容易就是會有 腸道的疾病 就是會有發炎的狀況 對 所以就很容易 免疫力就會下降 那就會很容易感染到別的病原菌 所以我們如果一般在飼養豬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避免牠緊張 讓我們來學習如何給小豬一個充滿安全感的抱抱吧 其實抱豬很簡單就是你要從牠下面抱 讓牠有安全感 然後就大概手是這個角度 然後摸牠的那個下巴 然後牠現在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會有鼓鼓鼓 不是很尖銳的那個尖叫的方式 然後牠就會很開心 然後眼睛就會慢慢閉著 待會就有可能進入睡眠的狀況了 牠現在臉就是很舒服 然後有人抱牠的感覺 就是牠對你有安全感之後 牠就會乖乖地睡覺 然後這時候也可以同時看牠身體的狀況 就是看牠的腳 耳朵 或者是身上有沒有受傷之類 如果有要幫牠抹藥上藥這樣子 抱小豬有個訣竅 就是要讓豬的腳能踩到底 不要懸空 這樣小豬才有安全感 要如何幫小豬布置一個舒服的家呢 最重要的是能讓小豬自由活動 如果是在戶外可以布置沙坑 泥土 讓愛探險 愛用鼻子挖地的小豬玩 或是準備耐用耐咬的玩具 讓牠們不無聊 保持心情愉悅 到了晚上還要特別注意 小豬的家夠不夠溫暖 其實是比較怕冷 比較怕冷凍 所以晚上的時候我們會 像小豬都會給保溫燈 那像我們都會有那個板子 晚上是把它圈起來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有開放式 所以把它圈起來擋風這樣子 讓牠睡在擋風板後面這樣子 牠很愛乾淨 就是豬其實牠沒有 牠其實像牠大便啊 牠大便都是在固定的地方 牠不會就是亂大便 牠會依照自己喜歡的地方 然後在同一個地方大便 所以其實我們清理也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在牠習慣大便的地方清掃就可以 牠不會亂大也不會亂上廁所這樣子 每天小豬的保母 都會幫牠們打掃房間 用水柱將地面及牆角徹底清潔 因為小豬會在固定的地方上廁所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把小豬的排泄物清理乾淨 清理糞便的時候可以順便觀察 了解小豬的健康狀況 天氣炎熱的時候 小豬容易得腸胃炎 如果發現牆角有血便 或是拉肚子的情況 就要注意囉 中豬如果有血便可能是一些細菌性感染 像沙門氏菌 或者是E.coli就是大腸感菌的感染 就會導致血便 或者是水粒 就是大便會水水的 會濕濕的這樣就不太正常 它正常的大便是一條狀的 對 清理完豬豬的房間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幫牠們準備食物 豬是雜食性動物 為了豬豬們的健康 動物保母會幫中型豬 準備以蔬菜水果為主的素食料理 並且搭配飼料來均衡牠們的營養 至於還沒有辦法吃實體食物的小豬 就會為牠們調製配方奶 配方奶調製完成後 要放進仿造豬媽媽乳房製成的奶嘴瓶中 方便小豬吸食 就是如果是小豬的話呢 牠要喝牛奶 那到離乳了之後呢 牠就會開始吃飼料 或者是吃草 牠們是屬於雜食性的動物 所以除了草跟飼料之外 有時候我們還補充一些蔬果 給牠們吃 我們一天大概會早上 然後再來是中午 然後再來是晚上 然後主要這是三餐 那中間時段都會給點心這樣子 小豬們進食的次數雖然多 但是份量都是經過控管的 如果無上限地給予牠們食物 豬的身體就會像吹氣球一樣 快速地長大 牠不會節制 豬會一直吃一直吃 是我們要節制給牠吃 就是不能給牠太過量 因為對牠健康狀況 或者是牠那個 那個都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們都會節制給牠吃 如果你沒有節量給牠吃 牠其實長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牠吃的東西 如果高蛋白什麼的 牠長肉的速度就很快 就很快就長大了這樣子 吃太油膩的 像有些豬種有些會給牠吃 人吃剩下的食物的話 這些有高糖高鹽的東西 高油脂的東西 對牠們來說也是會有 就是高血脂高血壓的疾病 所以我們會避免給牠們吃 這麼高高血脂的東西 我們會給牠吃一些蔬果類 對 就是牠是雜食性動物嘛 所以我們給牠很多草類 給牠蔬果 然後就會避免這些高血壓 高血脂的狀況發生這樣子 對 飼養在家中的寵物豬也是一樣 要給牠們吃健康 高纖維 低油脂的食物 並且要限制給予的份量 同時要帶豬出門活動 保持豬的活動量 不然過胖可是會影響健康的喔 下段節目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最幸福的動物明星斗宅 跟最愛牠的斗宅媽 在家中如何相處 飼養攝香豬的真實經驗分享 關於攝香豬的有趣小故事 別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在台灣有一群人深深地喜歡著寵物豬 牠們與豬豬互相扶持 陪伴彼此 今天來到最幸福的動物大明星斗宅的家中 看看牠跟斗宅媽有哪些有趣的互動 聽聽牠們遇見彼此的故事 因為那時候我養的第一隻豬豬 因為牛牛 然後牠因為生病 所以牠當小天使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群組 就是愛豬一族 然後就是透過裡面會 有時候會分享一些流浪豬 需要被領養的豬豬的一些資訊 然後那時候剛好斗宅是在苗栗的收容所 被警察撿去那裡 然後有PO上來 那斗宅的樣子就很像 那時候我走掉的那隻牛牛 所以我就決意說 好吧那就是再養一隻 因為我真的很傷心這樣子 剛領養的時候 斗宅並不像現在一樣溫馴黏人 斗宅媽經過一段辛苦的磨合過程 還曾經被斗宅咬傷 有耐心的照顧與陪伴 才慢慢的取得斗宅的信任 現在的斗宅愛撒嬌有個性 最喜歡舒服的躺在客廳 享受專屬的抓養SPA 他像豬豬他一輩子 他就只認一個主人 所以他對於我他是非常 他很愛 你可以感覺到他非常愛你 那相對他就很像自己的小朋友 畢竟他不太像狗 他有自己的思想 他有他愛吃的東西 他會有一些很很出奇不易的一些小動作 你常常會忘記說他是一隻豬 狗狗他會百分之百對你服從 就是他可能會說 喔你就是我的主人 然後怎樣的我好愛你 可是因為像斗宅他們就是 他們智商比較高 就變成說他是 我有我的心情 當然他們還是很體貼 可是變成說他比較不會像說 狗狗我百分之百服從你 順從你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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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宅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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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性的斗宅聰明 愛吃東西 總是不按牌理出牌 最喜歡靠著靈敏的嗅覺 尋找主人藏起來的食物 他就像一個愛乾淨的小朋友 對於居住環境 有一套自己的衛生標準 為了照顧有潔癖的斗宅 清理房間時 斗宅媽得小心翼翼 以免被他發現 像他很多被子 你反而去幫他鋪 他會不高興 他要自己鋪 他要自己整理他的房間 所以唯一要維持的乾淨 可能就是他去陽台上廁所 地板太濕他不喜歡 或者是你尿尿沒有沖得很乾淨 他不喜歡 對 就是唯一是這樣 或者是說你牽他出去大便 他會固定在他那一塊 他要的空定大 那第一個下雨天不大 地板太濕不大 那邊有垃圾他不大 有車停在那裡也不大 所以你要 在他要去上的時候 你要先把那些東西都 然後就是你要先看 然後你要跑得比他快 然後你要趕快把他弄一弄 要不然他就是很煩 他就是會一直在那邊 游移不定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就不上這樣 快快快 快 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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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啊衝啊 像上廁所這件事好了 我覺得我們家 我很幸運 我養到兩隻竹竹 我很少要去擔心說他們上廁所 比如說像妞妞 他那個時候他 我從來沒有教過他定點尿尿 他就會定點尿尿 就是固定在他的尿盆上 那像斗宅 也許是因為流浪的關係 所以他習慣就天地為家之類的 所以他剛來的時候根本不在室內上廁所 變成說我一定要牽他出去 牽他去上廁所 那是到後來搬到這邊 因為離我上班的地方也比較遠 我要提早出門 變成說我要帶他出門的時間要更早 他自己也起不太來 所以到後來為了我們方便 所以我就教他在陽台上廁所這樣子 上完廁所 回家喜香香的斗宅 看起來非常的享受 斗宅媽說斗宅非常愛乾淨 最喜歡的就是洗澡 看來他就跟衛生鼓掌一樣 不僅對環境要求嚴格 對自己也是很挑剔的 斗宅向我們證明 豬豬是非常愛乾淨的動物 與一般人對豬肮脏有臭味的印象 是完全相反的喔 豬都很怕人 因為牠沒有什麼毛 對然後再來就是 牠們喜歡玩被被 牠們比較不像狗會咬那個玩具娃娃 牠們對那比較沒有興趣 牠們像被子牠們就很喜歡頂 拱來拱去啊頂來頂去 所以牠就會可能把它頂成一團 再把它弄開 再把它頂成一團這樣子 因為養豬需要非常龐大的資金 牠破壞的東西才太多 所以後來才買了那個籠子 因為有個地方讓牠圈著 也才比較不會說放牠這樣子在家走 我會擔心牠可能咬電線啊 牠上次還想偷喝漂白水 所以我就會很害怕 都在很聰明 喜歡用鼻子去頂東西 探索環境 只是牠的力氣太大 破壞力驚人 在我們拜訪的前一天 還發生了這樣的事 牠把我們廁所馬桶踢壞 整個馬桶 整個位置都移開 因為牠昨天我們前途去散步 然後結果牠爸爸跟牠在裡面 沖澡玩水 結果牠躺下來就一蹬 然後把整個馬桶踢 就是從固定的地方踢到左邊 然後我們又請水電師傅來修理 大明星斗哉非常聰明 牠竟然還會表演才藝喔 牠會說謝謝 不是說謝謝 表演謝謝 就點頭 可是前提下 你要牠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手上必須有籌碼 就是糖果 零食 牠才要聽你的話 說謝謝 謝謝咧 大力一點 謝謝 謝謝 誠懇 謝謝 好 給你 那基本來說牠會謝謝 會轉圈圈 然後會坐下 還會 牠還會上下樓梯 我們家陡宅下樓梯速度非常快 就很會腫 應該是4號吧 牠就是很喜歡吃 石頭還要分喔 牠只吃碎石 然後牠特別喜歡吃濕濕的石頭 然後牠也很愛吃落葉 可是落葉的話 剛掉下來的嫩葉牠不吃 牠喜歡吃有點乾枯的 你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吃過 因為可能特別好吃吧 對 就是給牠撫摸 是一個很好的陪伴 那我們都會鋪被子在地上 然後牠就會過來 你就給牠尿尿 抓牠肚子 抓牠屁股這樣 然後牠就會很舒服地躺下去 對 其實我們豬是非常聰明的東吳 那牠在 就像牠找尋東西一樣 牠其實會選擇自己 很喜歡的東西吃 所以其實給牠東西吃的時候 我們都要特別選過 因為不同豬的習性給牠 那我們豬其實沒有像你們想像中的 不愛乾淨 牠很愛乾淨 像牠我剛才講過 牠大便會在固定的地方大 所以牠其實是很愛乾淨的東吳 牠不喜歡把自己睡覺的地方弄得髒髒的 所以牠是又聰明又愛乾淨的動物 其實豬你只要從小開始接觸人 牠就比較不會緊張 那牠也是可以訓練的動物 可以慢慢訓練 就是可能跟教我們一般的寵物 狗或貓一樣 就是你用愛心跟耐心去訓練牠 牠都會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牠是非常有靈性 而且非常聰明的動物 如果是我真心的建議 我朋友要養豬我都說 不要不要養 因為首先你家人可不可以接受牠 第一個像我說的很會破壞 然後第二個牠的體型會一直無限的長大 然後第三個 面對周遭人人事的一些壓力 你們有沒有辦法去解決去調適 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要一直記住說 你養牠的初衷是什麼 然後還有你愛牠的那個程度 有沒有大過於那些流言肥語 不管牠多大我都會很愛牠 這就是我的初衷 所以變成說你要能接受牠們一些 這樣子的不完美 你才能去養 不要說因為很可愛幹嘛幹嘛的 那假如因為很可愛 那就看我表演就好了這樣 豬看起來很可愛 但實際飼養起來必須花費非常多的心力 房間販賣寵物豬的商人 大家都會宣稱寵物豬體型迷你 不會過度肥胖 讓很多人飼養後 被豬的體型以及食量嚇到 繼而拋棄豬隻 造成棄養問題 也有人過度限制寵物豬的飲食 以為這樣做 豬就不會長大 這些都是不正確的觀念 飼養寵物前 必須先思考未來會遇到的難題 並且對動物負責 才是好的飼養觀念 下次會輪到哪位動物大明星跟大家見面呢 我們下次見 掰掰